網上流傳的車鏡片可以見到 電單車過彎後才撞到旅遊巴 然後就失去平衡 被旅遊巴的口輪剪過 當時旅遊巴曾經煞車 但卻沒有完全停下來 一直繼續向前駛 一部電單車 一星期二早8點多途經上橫桿 落到西天橋時懷疑失控自炒 之後被一架藍色旅遊巴展過 救護員到場 證實29歲的電單車司機不治 大約10點多 五公運走死者的遺體 據了解 電單車司機未有正式的駕駛執照 正是持有俗稱學牌的學習駕駛執照 理論上不可以駛上高速公路 事發時 他懷疑在上橋位7號 撞向旅遊巴 之後就被旅遊巴的尾輪夾住 並且展過 尾隨的一部的士曾經向安 意視旅遊巴停下 但旅遊巴繼續駛走 警方其後在小西灣一間學校 找一架旅遊巴 警員在後輪取證 由行上車調查 31歲的旅遊巴司機 就涉嫌意外後沒有停車 及意外後沒有報告被捕 意外發生後 西瑞往乾落渡西方向之路 一度全線封閉 旅遊巴 旅遊巴 旅遊巴